好 接下來三三是聲波的反射 那什麼叫聲波的反射呢 就是 你們如果去那個山上大叫 說 你好嗎 然後就會聽到 你好嗎 你好嗎 有沒有聽過多少聲音 我記得有個日劇 它就是在山上大叫 很久以前就講 那 或者是你們去唱KTV 我會喜歡把 Echo 很大聲 就會聽到那種 回 回 回的聲音 有沒有聽過多少聲音 就是會有那種 那叫 Echo Echo 就是回聲 這樣知道嗎 回音就是回聲 所以 它不知道怎麼弄出來 反正就是會聽到那個回聲 聽起來比較有提醒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聲波會反射 聲波的反射 有什麼重點呢 沒有說我們講的就好 第一個 如果你人抓到牆壁會怎麼樣 會彈回來對不對 波我們在那邊這樣甩一下 它不是會彈過去的怎麼樣 會彈回來對不對 欸 水波會反射 會啊 你去看那個水中的漣漪有沒有 滴 滴到牆壁會怎麼樣 會彈回來對不對 會彈回來 有看過嗎 有童年嗎 有嗎 有童年 童年不是會打水票嗎 可以打水啊 就是拿那個點點的石頭 這樣子 然後就會 聽說鬼人都會做這種事情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聲波 是一種波 波也會 能量也會反射對不對 就像你玩那個 鏡子對不對 小時候都會用那個 鏡子啊 照同學的臉啊 就很亮 你會做這種事情嗎 就反射啊 會用手錶有沒有 好 去玩過 欸 光也會反射對不對 好 所以聲波呢 它遇到障礙 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啊 會反射對不對 欸 你們不是有去過小叮噹嗎 小叮噹不是有個很大的耳朵嗎 有嗎 在戶外啊 有嗎 飛碟螢 飛碟螢對不對 然後你在那邊講 那邊很聽得很清楚對不對 那邊很聽得很清楚對不對 它是一個造神 對 一個 一個弧形的東西對不對 好 就是你在那邊講 它的聲音會怎麼樣 會打到另外一邊 然後這邊的人會怎麼樣 會聽到 有沒有 聽一下 那叫飛碟螢 是不是 真的假的 可以 對啊 真的 這是可以這樣做 好 所以一個障礙它會反射 這就是一種反射的東西 好 那麼呢 所以還是要去囉 所以還是要去囉 好 如果遇到大家會反射 我還稱為反射 好 那反射呢 的聲音又稱為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回聲 或叫做回音 回聲或回音都可以 回聲音 好 好 回聲或回音 可以嗎 那我們就用回音 回聲 好 那 可是 不是什麼時候都有回聲喔 那為什麼在教室講話就沒有回聲 為什麼 不是喔 並非所有 應該說 並非所有聲音都能夠聽得到回聲 為什麼 不一定聽得到 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 人的耳朵呢 是有限制的 如果 比方說我這樣 B B 我現在B了幾聲 兩聲 可是如果是BB 還是兩聲對不對 可是如果B跟B之間只有0.1秒以內 你會聽不出來 就聽起來好像整個聲音 好 B跟B 如果只差0.1秒以內 你會聽不到 聽不出差別 對 但太近了 你就耳朵噴不出來 對 當然有啊 所以我就說 應該說 並非所有聲音都能聽得見回聲 因為回聲之以我們聽得到為主 好 應該說 我們不一定都有聽見回聲 當然一定會有 只是說 聽不見 可以嗎 所以這教室有沒有回聲 其實是有 因為我這邊講話 然後打到牆壁再彈回來 可是問題那個距離實在太近 這兩個聲音怎麼樣 幾乎重點在一起 這兩個坡幾乎重疊在一起 所以你不會感覺說有兩個聲音 好 所以呢 如果這兩個坡呢 靠得非常近 你幾乎分不出來 他們是兩個聲音 可是如果這兩個坡 差得很遠 那你可能就會分得出來對不對 就聽到兩個聲音 就是這樣 好 那第一個呢 人體的身體限制 第一個 人耳只能夠辨識幾秒以內 幾秒以上 0.1 0.1秒 人耳只能辨識 相差0.1以上 0.2、0.3都可以 可是0.1以下 0.09不行 0.08有辦法 除非你是 有神奇的 刻意 通人 好 0.1秒 1.3 蛤 這剛好是極限 就看著 對 0.3 回聲 這個是一個大約的夫妻子 就是大部分的人 好 第二個 這個 還有呢 就是 那為什麼0.1 那所以也就是說 我的距離 那個回聲的時間 不能太近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才不會太近呢 就強力怎麼樣 遠一點 對 所以你通常在山谷喊叫 你還會聽得到回聲 因為山谷是夠遠 對不對 好 在 所以距離要 必須要夠遠 距離太近 距離太近 距離太近呢 是沒有辦法 再回聲 距離太近造成那個 重疊 聲音重疊 所以 就聽不到 那必須相隔幾公尺呢 必須相隔 17公尺 有沒有知道這17公尺 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對 你說實驗奶的嗎 對 那你可不可以用 你可不可以用公式推導出來 其實這是 推推導出來 它跟聲數有關係 為什麼要17公尺才能夠遠到 這個17跟誰有關係 跟0.1有關係 這兩個數字是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對 你看 如果這邊有人 對不對 他對著牆壁 那我們說 他叫得出去的 因為他自己在叫阿 他耳朵是天道 你在講換來 耳朵是天道 對不對 然後你在阿的時候 第一個聲音會這樣子 跑出去 再怎麼樣 再跑回來 對不對 然後跟你正在發出來的聲音 要相隔0.1秒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我現在是 阿 然後一開始的阿 跟後來的阿 要有相隔多少 0.1秒 對不對 才會聽得出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呢 我以0.1當做邊界值 對不對 我們知道 這邊呢 十七公子怎麼算出來 是以 我們用波數用340來當做標準 好不好 大概340 對不對 現在假設空氣的 空氣中的聲數是 我現在是推這個公式給你看 聲數 聲數大概是340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也就是你聲音出去 再回來 至少要0.1秒以上 對不對 超過 你才會聽得到回聲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0.1當做邊界值 可以嗎 好 所以 請問 去再回來 1.1秒 隨便走的多遠 好 我們把這個距離當做什麼 用d來表示 距離是d 距離 對不對 好 那d怎麼呢 所以d就等於 好 因為聲音去再回來 就是距離總共走的多遠 兩d嘛 對不對 去回 就像你去那邊再走回來 你走兩倍的距離 對不對 去回嘛 回聲就是去又回來 所以兩倍的距離 等於聲音走的時間 對不對 聲音走多遠 340公尺 乘以多少秒呢 0.1秒 對不對 是不是 0.1秒 這是 時間 欸 這是那個速度乘以時間 跟距離 對不對 好 我們用公式就是距離等於速度乘以時間 對不對 好 距離 也就是說你距離至少大於2d以上 2d以上 對 好 這是時間 這是速度 速度 速度 時間 也就是你回聲回韓的時間 要大於1.1秒 那我們用1.1來帶進去 好 帶進去之後你會得到d給多少 剛好能夠 17 對不對 好 第一人17 所以也就是說 你至少要17公尺以上 你聲音跑過去又跑回來 欸他就要超過0.1秒 你知道嗎 如果你小於17公 他跑過去回來 他不到0.1就倒回來 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教室 我聲音出去回來 不用0.1秒 所以你感覺不出來有回聲 這樣可以嗎 有啊 一點點對不對 反正有的都太好了 我就聽不到 這樣可以嗎 欸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自己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你知道嗎 當你一個人 他有一間廁所 你會聽到回聲 會啊 會 為什麼 你廁所為什麼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馬總在那裡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廁所會聽到回聲 廁所應該都很小間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回聲 因為小間 因為只有一個 對 因為他反正幾次反正 很多次 很多次 那為什麼要廁所才會聽到 其實你知道 你這間教室齁 如果晚上沒有人的時候 你會有回聲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 因為人的皮膚會吸收 生窩 所以空 空教室或那個空空的什麼 房間就會聽到回聲 醒覺 好 然後 大小 我會看